整組裏帶上CID來的 拘捕了一個小朋友 看到夾著一個小朋友 灰色衣服有一個 二十多三十個 這個有胡椒噴霧 二十多三十個捉一個 不是示威者 示威者或是逛街的人都在 他們就由另一邊的出口出去了 另一邊的出口 好緊張 這裏是洛富蓮農場 細細幅 還有一個迷你祭壇 裏面還有火 讓大家去追蹤 星期六大約六點 出發去尖沙咀看一看 來到紅磡A出口 去Pawley那邊看一看 看看有沒有開到 仍然都是水馬圍牆 如果現在都不開 可能要去到明年二月才開 一二月才開 正門封了 連人都不放 即是 他都不放人 以前都有人守住 什麼都沒有 現在 看不到裏面 其實是清空了 裏面是 都乾淨的 都看到一些守衛在 在門口那裏 不知道幹什麼 有些木板 就搞定了 窗子已經封了木板 看到進入Pawley這條橋 那些椅子都清了 但是看到這個位置就分黑了 之前就在這裏燒過 這邊入口 有守衛守住 就這樣看 即是沿路 封了水馬 應該都不開 不過一旦來到 就拍兩個鏡頭 不過入Pawley的馬路 這個位置就清了 之前很亂 這個正門 都是一堆人守住 以為搞了整個月 以為都應該 一個多月 應該都搞了 在那裏的校園 因為清了 清好了 不過就不開放 讓人進去 看他可能下年 才可以進去拍 現在就去尖沙槌 看看 應該在海港城那邊 是戒嚴的 我都小心一點 由於這裏 交通燈就亂一點 所以那些車 就在這裏 就打光了 在這裏 不知道什麼事 應該有些燈 有些問題 這條七咸道南 之前就封了 現在是首次走這條路 旁邊就是科學館 陶經 找到一個挺漂亮的一塊東西 就是這個 有人在這裏打卡 就是這個 小王子 聖誕版 我先打一張卡 小王子 我以前都有研究過 這本書其實是一本 講愛情的故事 是怎樣純服狐狸 小王子 中間要跟他做朋友 又要掌握那些雜星 其實是一個 溝女 愛情的 說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 就不是 給我的小朋友看的了 正當我走到海港城那時 遇到一些人 他說 那邊是彈狗 不知道什麼事 過去看一看 在尖沙咀站 外面的十字路口 仍然有很多人 不過不知道 進去海港城那邊 會發生什麼事 進入海防道這條路 你說很緊急 那種感覺 我感覺不到 折日感覺 反而是有的 即是一大堆人在 走過去 購物 你看到那些市民 都迎面而來 沒有什麼 但是 看過一點 其實左手邊 其實有一輛警車 同理有防暴 奇怪 為什麼那些人 好像沒有什麼感覺 這裡有防暴 為什麼市民可以照過 是不是香港人的心理狀態 已經調整到 沒什麼感覺 防暴在旁邊 在我有手邊 我不看它 免得 麻煩 有一堆警車 其實後面這些也有機會是 其實不僅是 你看到的私家車也是 那些 裏面有人 那些更加是 那些更加是 那些是豬籠 真的要小心一點 沒有說錯 是有些事發生的 有記者 記者走得很慢 應該就 應該是 感覺上是在散場 對 散場我才進去 相對安全 總之整個海防道 街頭街尾 都看到警車 有些人都看到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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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都放範時間 尖沙咀給我印象 今天看直播 有很多大事發生 元朗那邊才是 有噴過招 前面遠距離 都看到十幾二十隻 走得很快 走到海江城那邊 很遠很遠 真的要小心一點 待會停止搜尋 都不是太熟 在海防道的臨時街市 看到一二三四 四個房布出來了 不知道什麼事 進去街市買菜 其實我走這條路 我本身很緊張 這裡有一格 現在白色的 純白色的 其實都是來的 不是私家車 現在更加是 豬籠 一格豬籠 他都準備好 打算入住人 挺有趣 今天海港城 我未看詳細新聞 不知道有沒有抓到人 感覺上他不太敢動手 似乎這裡是很特別的春袋 特別在於連日人都不太敢抓 出手 這裏 兩旁都有的 但是人都照鞋 很有趣的 有些人打卡 這裏有些防部 市民打卡 有些人打卡 對面也有 對面這裏 也有些防部 四隻四隻 看清楚 不是四隻 是這邊四隻 那邊是十隻 那邊是十隻 十隻 拍攝牆 在旁邊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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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堆警車 這裏原來有一堆警車 整條街都是 那裏 都閃光了 那裏 那些防部 每個都在那裏下地了 那裏 那感覺是 很緊張 那裏 我以為整件事應該已經結束了 那裏 那裏 都有一堆防部 就進去海港城 那裏 一趟來到廣東 那裏 我沒有試過走這個 那麼緊張的海港城 那裏當然有很多商店 那裏 改變了我鏡頭 等會再調整一下 那裏 有一堆防部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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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tte 那裏 這種景象是很怪異 我進海港城,聽到聲音 什麼事呢? 我先嘴一嘴 聞到一些胡椒噴霧 有些人開始咳 我也小心一點 上面有很多人 我感覺到胡椒噴霧的味道 上面有防暴 這裡有很多人 找到了 這裡有一個位置 防暴在這裡 很緊張 這裡 這個位置不知道有什麼事 好 我知道誰這麼吵 原來龍心 不知道為什麼有支咪 很大聲 我在下面那一層 都聽到警員的粗聲 粗氣 兩邊,不知道守住這個位置有什麼事 這裡有一邊 這裡有一邊 有些CID 有些蝙蝠是CID 有些 有些就分不了 相當怪異 有些防暴在這裡 有些蝙蝠 還有一邊 還有一邊 還有這一邊 我不敢走那麼前 這邊有些衝突 我以為是結束了 想不到 6點幾多美元 龍心在中間 不知道在這裡 在這裡吃花生 這個位置現在 再集 起碼30個防暴 上面那一層也有一些人 上面那一層也有一些人 上面這一層也沒有防暴 這一層也有 防暴就說 叫那些人辱罵他 大聲些 現場相當混亂 現在 我也要小心一點 很危險的 市民也不怕 周圍都叫聲 感覺很不舒服 現在 今天真的 我想 行海港城 是會心跳加速的 我特別 因為我清楚 警方的做法 他要濫捕 是很容易的事 一濫捕 他就卡你48 沒收手機 所有東西 又要麻煩你一大陣 他要用法律程序 搞你很容易 所以我也要小心一點 不知道他在補助什麼 外面又有警車 看到二樓這個位置 執滿了記者和防暴 看來二樓那些 就不太給索評 還有一些布施開的 有些人不開的 二樓三樓都有防暴 相當怪異 龍心不斷在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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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補助 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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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但是我覺得海港城 要關閉 現在這個情況 相當緊張 有防暴落地 下到我這邊這層 都要小心一點 都要小心一點 有防暴了 我也要小心一點 整個隊伍 帶上CID來的 抓了個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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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色衣服 這裡有一個 二十幾三十個 這個有胡椒噴霧 二十幾三十個 抓了一個 蒙面 不是示威者 示威者 或者是逛街的人 就在那裡 他們就由另一邊的出口 出去了 另一邊出口 好緊張 防暴不斷 一樓二樓 上上落落 不知道是否捉人 剛剛捉了個小朋友 我想我來之前也捉過 唉 都沒辦法 這裡就看到 一群人在頂上圍著 叫口號 叫過去另一邊 遠一點的地方 應該叫去這一邊 有些防暴出來 我看到了 不知道去了那邊 整個形勢很緊張 剛剛下來了 下來了 下了一樓 這群人是PPRP 來的 好緊張 各位 相當之奇怪 我也走在一旁 一旁 整群人不知道在做什麼 這群人 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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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群人在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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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個 四十個 先走過一點 四十個 40個防暴 什麼事 有槍 嘩 哇,完全,原來是走的 還有一組,兩組,加上過八組 哇,好像皇軍那樣,要讓他整條路走 哇,那邊那個舉了中指,我拍不及 接著這一邊就收隊,一班記者衝過去 其實沒有東西看的,應該是舉了中指 哇,整班記者衝過去 我也要小心一點 哇,很緊張 應該是沒有東西拍的 應該是沒有東西拍的 哇,瘋而善,走商場 好像更刺激過玩鬼屋那些 過山車那些 應該是沒有東西拍的 你要走來走去又要行 你要小心那些警察濫捕 那就走了 那暫時 防暴走了,那些人都是喊口號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就喊口號 現在就比較平靜 剛剛的氣氛被我捕捉到 就是最緊張的那一刻 中間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抓了個年輕人 就是真的 現場沒有東西看的 其實就是因為龍心坐在中間 那個台 他有支麥克風在這裏 那些市民就把他捕捉回頭 就是這樣 守護鞋子都在這裏 那龍心在這裏發瘋 那些人都說 就說你走 不要理他 冷處理了他 算數 這條人是那些藍絲來的 他專門吸引大家的眼球 去賺views draw attention 或者賺views 去賺廣告費 那當然冷處理是最好的 不用理他 你又搞不到他 他是藍絲來的 好像是藍絲 一定不是什麼黃絲 經常在播國歌 應該有人受了傷 但應該是輕傷 應該是醃傷的 可能那些 中庭這個位 仍然是很多人 又回來了 那班就是 青一色蒙著臉 就是一班 黑毛巾的 這班就是 一個信號來的 是CID 我想他今天都會經常在這裏 就算那些防霧走了 它是CID 也要回去 就是說 繼續在這裏 成果就是這個地方 半戰準正常的地方 我想打仗的那些感覺 我感觉一轮廖让,一些名店的店铺,其实不可以做到生意 很多里面的安保,遮瑕都站了出来 也没有什么客人进去 这个男子中了胡椒喷霧 有些记者真相采访 应该是想噴个女人的,但噴了他,不小心 想驱港些人 我遠離人群,其實看到店舖都還在開 CS都還在搭東西 感覺上,可能是個別一兩間餐廳 其實反而不是市民攪拆場 市民可能每次店舖都是一兩小時 或者下閘 反而防暴令到氣氛很緊張 就是這樣 外面的店舖都開 不過店員很八卦 很緊張 偶爾都出來看看有什麼事 有些名店 看到保安都很緊張 左授右授 感覺上人又少了 因為這種人流是平均的 其實海港城是會更多人流的 今天防暴一定是趕走不少客人 你看到店舖都沒有人 在海旁邊的化妝街上還在開 這邊這邊 以往應該很多人 少了 今天算少了 他又不是說沒有人流 也有 但感覺好像人都知道什麼事 就是 returns 一般都可以 進行走 這裡都有一棵 不是這麼漂亮的聖誕樹 也有些裝飾 當防暴走過後 外面就好像平行時空 沒有什麼事發生 原來這裡有一棵很巨大的聖誕樹 這棵很厲害 剛才的迷你版這棵十倍大 這棵聖誕樹海 外面的海港城也蠻漂亮 整條街都是聖誕樹 我每年都會經過這棵 今年這個算不錯 很多人排隊打卡 一大堆人打卡 這棵聖誕樹 我可以打卡 有些好扣 真的有閃光燈在拍攝 這棵聖誕樹 海旁這一邊 POPO沒有在 人們都很開心 打卡 正當我以為沒有搞錯過場 柳暗花明 又POPO 十幾隻 這棵聖誕樹 也有警車 那邊也有 想不到巴士站也有 真的 為什麼一些人好像平行時空 一些人可以一邊打卡 一邊一大堆 十隻二十隻POPO 難道今年要跟綠色POPO過 還有 其實整個巴士站都起碼兩格 這棵聖誕樹 都挺搞笑的 好像人們習慣了 已經跟POPO共存 共存網 這裡也是 沒有相機的 感覺上都是輕鬆的 為數十隻 然後尾部也是 十隻 然後有些便衣 很多 我都以為沒有 這棵聖誕樹 也有 有警車 聖誕POPO 陪你過 這裡是廣東道 總之廣東道一辣也是 圍著海港城 我想相對 這邊一百八一是少一點 這邊是正常一點 方圓都不好角 方圓五十米都不好角 各有POPO 這裡有一百八一 也是經典打卡位 情侶拍拖 就一流 挺漂亮的 每次弄傷都很有心事 這個就是禮物盒 我第一次見 這裡比較安全 特別是鐵鐵 我都 趕著吃飯看電影 我以為最後一個鏡頭 誰知又有 西鐵交界這個位置都有 不知道地鐵裏面有沒有 相當之感覺上很緊張 很多人都 我想都感覺到不太舒服